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粉200克 鸡蛋1克 白糖5克 酵母3克 水大约100ml 水要慢慢的加入 根据面粉的吃水性做调节 面团要揉的柔软适中 具体的配方都在视频上 在视频的结尾配方重复了一次 在视频的下方也能找得到配方 在揉面的过程中 可以让面团休息几分钟 再接着揉这样比较容易 揉好的面团 我们让它休息醒发至两倍大 现在来做糖油酥 需要中筋面粉50克 椰蓉25克 白糖25克 树油35克 如果没有甜 炼乳可以用蜂蜜代替 拌好的糖牛酥倒入保鲜袋中擀成薄片备用 饧发好的面放在案板上压扁排排气 不再揉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 然后把准备好的糖牛酥放在上面 糖牛酥里加了椰蓉比较硬 这种包酥的方式比较好擀面 还有已经饧发好的面团比较容易擀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用两次发酵 面皮的中间撒点面粉防止粘连 把面块对折一致 然后擀成长方形 大约18厘米深入20厘米 然后切成大约2厘米宽的条 一共10条 拿一个面块这样留几下 然后盘过来从中间穿过去 这样一个糖皮果汁的生胚就做好了 做好的果汁生胚需要第二次饧发 需要大约半个小时 饧发好的果汁生胚 拿起来是轻泡泡的 扎油果汁的油温大约需要在160度 可以用温度计测量 也可以用一根干净的筷子测一下 筷子的周围冒着这样的小泡泡 等到糖果汁都浮起来 勤翻面 在炸的过程中 油温最好一直控制到160度左右 这款酥脆香甜的糖皮果子就可以出锅了 谢谢你来访小买美食频道 欢迎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